正着话题来关心台北市新就任市长交接 蒋万安从柯文哲手中接过硬信 象征蒋市府时代来临 而蒋万安在致辞时也特别强调 会不分党派为台北努力 不过蒋万安在出场时 因为掌声太热烈太大声了 害他的二儿子被吓到哇哇大哭 典礼还一度争断 变成了意外杂区 新任市长 蒋市长 台北市长当选蒋万安宣誓就职 全场响起如雷掌声 只不过 台下的小宝宝突然哇哇大哭 而且还越来越大声 而他就是蒋万的二儿子 夫人避免影响典礼进行 赶紧是把宝宝抱离场 真实的育儿现场让大家都笑了出来 也成交接典礼插曲 而从柯文哲手中接下硬信 蒋万也对市府团队做出期许 不分党派颜色一起为台北打拼 台北队出发 好几度用台语致词增加亲切感 只不过前市长柯文哲日前才说 蒋万说话一直绕圈圈没重点 还要他政策不要乱动 工程都进行到一半 一半来讲 而且最佳预算我都补到满了 你觉得他们中央怎么处理大巨蛋 他也在想这个问题 我也具体承诺会尽全力 在一年内让他请问完工 不只市长就职 新任首长们也走马上任 但2月才准备上工的准复市长林毅华却没现身 党内议员金会珠开出第一枪 呼吁他应该马上辞掉立委 否则对国民党是口分 一定会用政绩来回应外界的检验 我也相信我们党内一定会团结 政治上本来每天都有难题 也没有办法所有人都满意 这个就是他上任第一个难题 就值日不谈党内风波 但林毅华何时上工是否请辞 也成早安市长上任后第一个烫手生育 接下来被综合报道